你要注意到 不仅是贪世界法 学佛 贪佛法还是要做卧轨道 卧轨道是贪心 不是说你贪的对象换一换的 那不管 只要是贪心重的话 就统统到卧轨道去了 不过你贪佛法 到卧轨道里还有一点小佛报 这个是真的 贪心并卧轨 你贪的是善法 在这个轨道里也是个善鬼 有一点佛报 你贪卧法 那你到这个轨道里就是卧轨 那很苦 就这么个道理 所以佛法不能贪 佛法是叫我们断贪嗔痴 哪有在佛法里起贪嗔痴的道理 这个错了 大错特错了 我说佛这么多年 见过 见过有一些法师 看爱佛法 看什么呢 看佛像 专门喜欢收藏古董的佛像 这个佛像 宋朝的 唐朝的 汉朝的 古董啊 琳琅满目 自己一个小佛堂 平常门都锁到 不让人去进去 遇到我呢 很客气 打开其道手 带我去看看 佛像 这佛像很多 米苏 木雕 也有金属作 但是 以木雕的为最多 木雕 这个不好啊 因为天天都想 这些东西 将来他死了以后 到哪里去卧身 他舍不得离开 这些东西 于是我就发现到 这个木头佛像里的 老鼠会在那里 走 所以他那个佛堂里 他有老鼠 有蟑螂 有蚂蚁 我就知道了 他讲到死了以后 一定到这去 为什么呢 他舍不得 离不开佛像 离不开他中心 他自己不觉悟 他要想学佛成就 这些东西 统统都丢掉 他就成就了 他就解脱了 喜欢学教的人呢 贪爱经书 经书也找古本啊 木课版本啊 喜欢收藏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收藏时间久了 里头长蛀虫啊 法师将来死了以后 都当蛀虫虫 点点滴滴 我们不能不留意啊 他跟我们关系太密切了 所以金刚经上两句话 常常要贴在灭头 法上硬实 后况非法 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用 充分去利用 不能够占有 不能够控制 有控制的念头 有占有的念头 你就没有办法 保证 你不多窝盗 所以确确实实 是心相生的 一点都不错啊 那么这是讲 一切法 确确实实 是无常 我们要知道 四十真相 知道四十真相 要看破 有关系的 应该是 一切法 有关系的 人质 有关系的 人质